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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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7月20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日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 和艾尔 今早有利达资产管理基金经理及合伙人 黄耀宗 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大家好 我们见到星期三美股都继续向好 导致一导升超过200点 最终收市升幅收窄 恒指期升了62点 大家都当然关注着Tesla业绩之后 见到收市后盘后股价受压 待会Andy一定会帮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怎样看Tesla业绩 以至是股价走势和部署 还有大家有什么其他个别股票嫌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席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待会Andy会解答大家的提问 当然也会说下整体美股和港股的走势 现在先一起看看外围表现 环球高通胀的情况近期受控 加强了各地央行化慢紧缩政策的预期 而市场更加聚焦的现在就是企业业绩的表现 道指昨晚高开后 早段曾升282点 西欧市日升109点 报35,061点 连续8个交易日做好 标指升10点 报4565点 纳指微升4点 报14,358点 英国通胀大幅放缓 市场对于英伦银行加息预期降温 英国股市急升1.8% 英镑曾跌超过1% 美汇指数从上100关 美国10年期债息延下至3.72水平 焦点微股 苹果据报测试自身研发的AR聊天机下人程式 研究员称之为Apple GPT 苹果股价破顶高见198.23美元 周市升0.7%至195.1美元 Meta和亚马逊升超过1%至近2% 微软先升后跌 倒跌大约1% Tesla和Netflix在收市后公布业绩 Tesla曾经升2%至逼近300美元 收市倒跌0.7% Netflix升5%至1% 两者盘后交易都挨固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腾讯ADR自宣布333.49元 给本港收市价微升0.1% 阿里巴巴跌0.5% 网易和百度跌超过1% 至于汇控ADR偏强 自宣布63.71元 给本港收市价升0.7% 而港交所和友邦升0.3%至0.5% 今天早上外围市况 稍后期货暂时变得不大 相对地 纳资期货较弱点 跌大约0.5%左右 稍后期货未跌1点 35252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 今早上个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跌0.4% 日经平均指数32756点 跌139点 南韩市跌0.2%左右 而澳纽市向好 其中澳洲市升0.7% 你们可以看恒指黑旗的表演 看看港股震间初段 指数可能今天也会比较反复 因为变动不大 黑旗价升20点左右 我们和Andy谈谈过最新的消息 大家都会很关注 等着Andy为我们分析 Tesla 因为收市后才公布业绩 当然我没有Andy跟得这么贴 他也留意管理层怎么说 还有业绩也有和我们细分 我简单说一说大数 待会Andy跟我们拆解一下 市场初步的反应 如何会这么看 以及你自己也有怎么看 Tesla第二季的收入创新高 务利率差过预期 经调整个顺利是 31亿4千多万美元 每股盈利91美元 年升了两成 比市场预期的82尾 总收入249亿美元 增长4.7 这个数据比市场预期高 但务利率由两成半 下跌至1.8 主要受到电动车减价的影响 季内的经营日历跌了3% 经营务利率更加跌至9.6% Tesla第二季的业绩 其实也破了多重纪录 包括生产量、负运量 和单季的收入 但就说因为工厂升级 第三季的生产就会轻微下降 只要看第二季的业绩 可以说是减价促销 都看到成效 收入各样都好像不错 好过预期 但是就是毛利率跌 虽然大家也预了 但好像又觉得很差预期 现在还说第三季又会 减产轻微 你怎么看 在初步的股价盘后的跌 纯粹因为之前大家将预期设定高了 已经升了 所以怎么都会回一回 还是大家这么失望 你怎么看呢 其实是几样东西 首先如果你说股价 因为之前都升了不少 其实短期里面的股价 都是一些不便宜的 你就算看着预测市盈率都85倍 所以其实今次你说捉个数 其实大家都预测了 或者叫我们自己预测的市场 一定是看着最传统车厂看着的一些毛利率 最重要的是数据 毛利率上 有几样东西 就是因为刚才你也提到Q3 它有机会有短期减一减产 但其实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上面是有一个更新 大家会想可能在型号上面 可能在款式上面有一个变化 但是你说这个生产量的 就是生产量在减产 其实又不是比市场低很多的 就是令到整个季度 或者叫全年的数字不是差很远 但是反过来 其实我们看着它 将来第三季的升级 其实应该例如会看到 它在GIGGA的模组上面 简单来说 令到车是可以便宜一点 那个成本 以及会比原本生产Model 3 已经是很快的 就会再快些 所以其实如果在这个角度下 其实都是对于它的中期来说 毛利率有机会 反而是可以提高的 但是当然市场上面 除了抓住毛利这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就是在害怕 虽然刚才说解释到少少 可能毛利率有机会回升 但是始终大家一听到 可能减价占美元 这件事是有点害怕的 因为事实上 如果看着 现在这段时间 影响到自己的毛利 大家除了会担心之外 我经常说要担心 究竟两个因素 第一就是对于整个行业上面 打压其他车厂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就是其实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过一段时间 例如Tesla都不断提到自己的 毛利那些 其实是做得好 比S&P500的 而这个 trend 是似的 就是趋势 通常大家升的时候 又升它 跌的时候 S&P500又跌了 所以大家可能有机会 借着Tesla 今次的业绩功夫 在讲自己的毛利 是有机会借小 市和股价都一起回落 是的 说多一点 今次的业绩 不是那么好的地方 例如大家会见到 那个导物 就是那个库存 又再加多一点 日日去到16日 所以大家在想 会不会是 这个究竟的需求上 大家的需求仍然还是相对疲弱一点 是的 还有大家可能会见到 它的现金流相对不是 这个真的叫做 相对于预期来说 miss的最大 其实就是关于现金流这一部分 是的 但是其实 这个是短线上 可能不是那么好的数字 但是如果看回长线一点 其实都是因为它们都花了 说这段时间 都是要做多些投资的 投放的 例如刚才说的 升级 另外就是关于AI上面 其实都花了 今次花了不少的蝙蝠 关于在AI 这个层面上面 例如它那个 Supercomputers Dojo 平时大家的节目少听些 但是如果过去这两年 一直有跟开 都知道我们一直很期待 去Dojo上面的发展 其实它都有 即是它们都有显示到 下年 end of 2024的时候 会有几能力的数据出来 所以随着这些情况 我简单的 这个conclusion就是 短期要做一个借势回调 是合理不过的 是的 但是中线上面 其实我们相信 大家都看着 究竟回调之后 有没有一个 吸纳的机会 如果你说在这一刻 其实那个回调 除了说股值 借着的业绩 有些回调之外 大家都在等着 即是说七雄 或七尖煤 都要有个 立子上面 大家都应该是会看 究竟下个星期 会不会有一个 吸纳的机会 那我们自己去看 估计Tesla 即如果你说今晚 大家现在暂时 本来看二七多 我猜中 我这段浪 大家都在看 大概二四多 去到二七多 这个位置 会不会有一个 上车的机会 是的 我暂时还没有说 要去试二零边 那些那么远的水平 是的 暂时会这样看着 而且 顺便说一说 其实在Tesla 这份业绩上面 我觉得真的 大家要留意着 究竟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车厂 可能今天 或者可能未来几天 大家在怕 Tesla 会不会再次打减价 这一个消息 会不会令到 之前有些 其实纯粹 夹一夹蛋仓的公司 大家要做一个获利 是否真的美股那边 和港股那些车股 都有机会有影响呢 这个会 这个是要小心的 因为尤其是 例如可能 看着港股那边 大家知道 小朋友想到最后 这段时间 其实都借实夹 夹蛋仓夹得很厉害 但其实基本面 又未真的 这么快支持到这么多 是的 这些就要小心 其实就算美股旁边 都有些新能源车的概念 都曾经夹一夹过的 我估计 其实都是叫做 短期里面 一个 就是叫做休息的时间 嗯 嗯 刚刚说到 其实Tesla 或Netflix 这些先头部队 公布完的业绩 出来的 市场第一次 反而股价先下跌了 那 接下来又 纳指有个 rebalancing 而且陆续 都有其他方网估 都会公布业绩 会不会 借小有个 明显一点 就是纳指有个 明显一点的调整 你怎么看 这个你说 都是大家在等的 一个 吸纳的机会 那也是 还是买回那七指尾 还是怎样呢 嗯 嗯 其实 这里要分开 几个角度去说的 是的 几个不同的 area 应该说 一个就是 首先 如果 纳指 今次的rebalancing 首先 不可以说 这个rebalancing 一定是好事 还是一定是坏事 不能这样看着它的 因为其实rebalancing 理论上 在我们 在我的 这么多年里面 关于一些被动投资 或者 Indexing 或者ETF的角度 其实rebalancing 是一个挺好的 practice 虽然这个是 specialrebalancing 但是就算你去看回 因为它这次可能 的concentration 其实是有机会 可能变成了 可能是可以 一件好事来的 因为大家都会见到 过去这七行 或者七千枚 升了这么多之后 其实大家都对于 短期的估值 觉得偏贵一点 那再加上 如果我们看回个别的板块 其实前瞻性 就是市场预期 其实未来这个季度 其实那个增长 未必够隔离 那些这么大幅的变化 所以其实反过来 就是说 可能会将一些短期 估值贵的公司 减持了一些 然后增持另外一些公司 而那些可能 一个短期的爆发力 可能大一点 其实这样可能对指数 是有好处的 所以首先 这个角度 我觉得要留意 第二件事 关于指数之间 首先理论上 这个指数上面 其实纳指理论上 就不应该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其实你换 就是你做完这个revalence 其实对它那个NAT 应该不会怎么变 反过来 究竟如果标普500 是没有跟做这个特别的做法 其实反过来 可能大家要想一个低级的机会 其实可能是 就着这个事件 我不是说整个大社会 如果只是就着这个事件 想博一个低级的机会 可能是S&P500 是的 因为S&P500可能会 就着这个影响会大一点 是的 选期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 这几天都有一个说法 就是一个看法 就是说 如果要减辞 其实应该是由 昨晚应该是最迟 应该是薄尽 或者昨晚 或者今晚 应该是最迟 第二 因为那些姐妹里面 其实有几个 都是星期二会出业职的 再加上就是下个星期 又有FOMC meetings 就是加息 大家都预认 应该会加设息 如果下个星期 S&P是真的低开高走 那其实就是一个 好的信号 但是如果原来低开低走 可能就是今次的市况 就真的要出现一个整固的阶段 所以这个 我会这样看 如果纳指 我估计大家首先看着15300 是的 标普500的话 那其实我估计 都是逐步逐步看的 现在这些 因为都是星浪正在走 那其实可能都是看 究竟4440 这些位置 究竟S&P能不能走 是的 这个就是整体来说 用指数去看 刚才分享了两三个角度 给大家参考 第四个角度 就是刚才Irene也问到 如果这七姐妹 真是有机会做一个下调 就是这样的一个 特别平衡 令到有一个 吸纳的机会的时候 真是当下交了业绩出来 怎样都等到原来 等人加上业绩的了 究竟当中哪几个 我们会自己觉得 如果要吸纳 会去选择呢 那中线一点的看法 都是一些 Apple Microsoft Tesla NVIDIA 就看 NVIDIA 其实都应该 暂时还是应该要加的公司 但是NVIDIA 因为 估值 应该也是 刚才说的那几个里面 其中一只 是非常之恶贵的 短期里面的公司 所以你问我 那么多个里面 如果第一只首选 反而是 Microsoft 就是 就着现在的估值 和今次 现在市场 预备 被丢出来的比重来算 其实Microsoft 应该是最吸引的那一只 最近还因为 有AI概念各样 又再升上去 但是 是不是 我刚才都听到你的口吻 是你们是趁这一两天的位置 其实这些都是有减持 还是一个短线部署 是不是 只是中长线级 就找回 但它调整 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其实这几只 我们首先 没有买了这么多只 但是 你说当中 我们就 不是全部股份 都说 那些人有些早两个星期 开始想要 要偷偷 但是其实你 看回来 可能早两个星期 其实你现在的股价 已经是高过你两个 高过两个星期前的股价 就是你见到Microsoft Apple 这些都是过去这两天 甚至Tesla 都是这几天才再 再升上去 那我们就 是的 就是我们是昨晚 开始有些相关的减持动作 Tesla 就没什么特别减 因为之前 它的权重突然升得太多了 我们自己都已经减了 但如果 就着今次的事情 我们主要是昨晚 开始做了功夫 就是昨晚 上半场 上半场开始做了些功夫 是 我希望看下来 有没有机会 刚才我说了 例如标普500指数 可以直接买大市的指数 做一些事 都很简单 另外我都想问 一些板块 都会想找一下 例如大家有个市况好 风险为纳升 我自然都会想 之前Andy 都曾经 比较看好的太阳能板块 因为近期 都偶尔有部分的太阳能股 都炒过上来 有没有机会拼它们真的转世呢 其实太阳能板块 最少应该整个新能源板块 今次就不像上那两次 其实上那两次的反弹 其实有点蓝灯笼的感觉 今次实际多久很多 我觉得 我这样看来 我们会觉得 有些公司是值得多看一点 但是不是太多一只 其实太阳能 其实都是看过几只的了 例如我们自己的 Andesa 大家都会看First Solar 或者SolarEdge SolarEdge 都是我们自己指数里面 去选了出来的公司 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会觉得 整个太阳能板块 其实上半年 其实它们如果你看到 一些公司 特别下降 都是因为市场做了 一个估值的修正 因为之前很贵 就变成现在便宜很多 第二 就是其实因为估值很贵 变成大家用什么位置去减 就是说增速突然间放缩了 所以再加上毛利 都有轻微 就是目股最大幅增速 所以就变成了上半年 MVC 跌了很多 坦白说 但是我们在最近 是有开始 尝试加回少少仓 MVC 到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passive的 位置上面 我们要帮它加回一点 其实最主要在拼击两件事 一就是因为整个市场 那个valuation 就是估值升了上去 那你相对的估值 有机会可以追回 因为尤其是我们看到 踏入六月份 其实都开始看到 市场的市欢是好了很多 美股的流动性又好了很多 所以令到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还有第二 最重要一点就是 其实例如 尤其是And Days 就是因为刚才都解释了 估值已经调整了两个季度 再加上其实我们 最比较有信心 其实下半年 无论美股 还是其实中港股 理论上都有一个 很重要的投资概念 就是说 毛利见底 这一件事 是的 那看看And Days行不行 如果And Days 如果这一段浪 它涂到大概 191元 192元 那有少少似做过箱底 那接着它有机会 两个目标 纯粹意图论图 基本面 就等 遲些业绩出了 才再更新 那就是 意图论图 就是有机会去補 200多元的年后 就是220元的年后 那需要等它出了业绩 看定些 才再决定 入不入呢 其实这段时间 坦白说 以走势来说 就不应该 那么快去追的 就是momentum trade的话 是的 但是如果真的 用个基本面去吸納 你整个portfolio去看 我旁边那些 都已经有不少的水位 那变成你做一个 这个基本面 和比重上面的操作 但是你说 纯粹做个炒作呢 那就看来 未去到现在市场 最喜欢的主题 如果你说短期里面 是的 如果我当作 原来Tesla和Netflix 没有打散整个投资气氛 暂时未知 如果没有打散整个投资气氛的话 其实这段时间 我们自己觉得 应该 就是后续 就是AI的后续 就是一些软件 那些 例如Cyber Security 那些就好像 最近是这一个星期左右 的动力比较明显一点 很简单 就是AI的概念 还未玩完 只是大家看看 如何去选择个别股份 而已 我们转看港股上的表现 我们也要问Andy 如何看港股的部署 看到港股 昨天都受累于内地第二季的GDP差过预期 人民币都偏弱 去到7.2的水平 港股上映 19,000关攻防战 恒指低开189点之后 曾经跌超过300点 下午之后跌幅收集到11点 一度见19,04点 恒指全日最终跌了63点 到18,952点 成交1,117亿 波指跌了14点 到4,114点 腾讯和美团跌1% 阿里巴巴道升0.7% 汇丰升了0.5% 创了5年的高 马就内险股偏弱 国售跌了近3% 航运股追捧 东方海外升5% 我们可以看看北水本路 马就恒指牛皮 但北水活跃 全日录得164.8亿的淨流入 就是2021年2月以来最多 资金涌入去买指数ETF 目当中 盈富基金吸资91亿9千万 恒生国址ETF有45亿7千万的淨流入 南方恒生科技ETF吸资5亿2千万 淨流出方面 腾讯走资7亿7千万 汇丰率低1亿6千万的淨流出 我们就和Eddie说一下市况 整体大市 上星期港股好像是小 连升了5天之后 今星期也有点整股 昨天最新国务院又出声 加大力支持民营经济 我们看到始终美汇彈回 人民币汇价价价弱 恒指整部员有没有力 再想挑战高一点的水平 整体来说 我相信我还是继续维持过去的 大概两个月的说法 我见现在市场上 都开始多人说类似的说法 其实现在外资 都是用一个宏观面 去看我们多一点的 资金流又不遭 产品大家也会看到 一些ex China的东西 都是比较受追捧一点的 大力的 尽管 有点 能够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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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